吃饱饭后,总是全身无力想睡觉? 其实是这样,是血糖浓度上上落落激烈波动造成 长期下来,可能会有短寿命,增加动物硬化、脑中风 心机紧失、失智症和癌症等风险 美国Springer一项研究,将2182位成年人分为三组 分别是经常坐、站立和三部组 进行甘油三子、肿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非脂化脂肪酸等检查 实验结果显示饭后站立休息,可以减少9.51%的饭后血糖值 饭后三部,可以减少高达17%的饭后血糖值 而部落格会有转薄,就曾经分享吃饭时要掌握的四个原则 包括少吃糖类和精致的淀粉,少吃有牵汁的东西 先吃菜和蛋白质,然后先吃糖类,和要多些饮水 可以帮助控制血糖,令身体更健康 最近一项关于糖尿病患者的研究 对10万名参与者进行测试 发现早上9点后吃早餐会影响健康 和早上8点前就吃早餐的人相比 湾医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接近6成 美国糖尿病协会营养主任伊丽莎伯·汉娜说 糖尿病患者通过保持规律的进餐时间 并且争取每餐涉入,相同量的碳水化合物 将会有助于改善血糖水平 他说只要一天内,可以消耗吃早的热量 吃早餐就可以帮助控制体重 研究里面发现,与晚上7点前 吃晚饭的人相比 晚上10点后吃晚饭的人 患义型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 如一天吃饭的次数,似乎都会影响风险水平 每天吃5次以上的人,患病率较低 证明小吃多餐真的有帮助 伊丽莎伯说,无论是健康的人 还是糖尿病患者,葡萄耐糖量都会在夜晚下降 所以早上可以吃多些碳水化合物 而晚上就不适宜 我们进食的碳水化合物 经过消化之后,会变成葡萄糖 由小脏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系统,成为血糖 而胰壮会分泌胰图素,协助血糖进入细胞 而共运用,当身体的胰图素分泌不够 或者人体,无法利用所散生的胰岛素时 血糖就会上升 当血糖过高时,会出现小变蜜 口渴,容易累,体重下降,施力模糊等等 要预防高血糖,应该减少进食葡萄糖 和蔗糖含量高的食物 而且吃饭时,要慢慢嘴咀 这样可以防止血糖 在短时间之内,快速上升 一次也不要吃太多东西 有700分饱就够了 而有些食物,也有助降血糖 肉桂,含多分类抗氧化物 可以阻挡糖分的吸收 减低血糖飙升的现象 建议每日将吃1克的肉桂 而洋葱,含有类似降糖物质 甲本黄丁尿,它也可以切记移岛素合成和释放 建议每星期,将吃2-3次洋葱,每次100克 而蒜头,含豐富的腺食纤维,可以有效控制空腹血糖 另外,蒜头含有大蒜酥 大蒜酥,可以帮助身体释放胰岛素 建议每日将吃1-2粒的蒜头 另外,秋葵含豐富的水溶性果胶 和黏液蛋白,可以减慢糖分的吸收 而秋葵里面的类胡萝卜素,可以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和运用 建议每星期,将吃2-3次的秋葵 每次100克,最后就是牛油果 它含豐富的水溶性和非溶性的纤维 美国有研究指,牛油果 可以延长人的饱腹感之余 血糖也没有因此而提升 建议每星期吃2-3次的牛油果 每次70克 一个71岁的女士,患糖尿病十多年 每日都按时吃药,打针,但都很难控制血糖 原来她平淡的早餐竟然是圆胸 她每日的早餐以白饭和白粥为主 蒸至淀粉类太多,蛋白质又严重不足 导致肌肉量不够,所以无法控制好血糖 台湾体重管理医生,肖哲健 建议大家在饮食里面 要多增加蛋白质的摄取 先吃蛋白质的食物,再吃其他东西 这样每一餐的血糖升幅会更加稳定 又够饱肚,而低糖豆浆 就是吸收蛋白质的好选择 其次肖医生还提到 吃早餐时,要挑选优质的淀粉 例如粗糧和全谷类 这些食物的升糖指数较低 吸收的速度较慢 如果经常吃精致的淀粉 就要做多些运动 增加热量的消耗 尽量多些和散步 医生说我最近血糖高 但我不想吃药 可否改食苦瓜降血糖 台湾国泰综合医院 营养组营养师 賴秀儿表示 一般人担心药物伤身 而对于糖尿病的人而言 在正规的治疗下 苦瓜作为辅助性的疗分 对于慢性病发症的预防 可能会有好处 但从临床的试验看 苦瓜降血糖的作用 软不如药物 没办法取代药物治疗 只可以作为辅助 不少人喜欢吃苦瓜 但亦都有人怕它的苦味 其实苦瓜不单热量低 还非常有营养和食疗功效 其中一个功效就是降火 另外 更容易认为 苦瓜性寒味苦 入心脾胃 可以消暑解热和明目解毒 另外 苦瓜也含有 可以干扰化炎性细胞激素的成分 可以降低身体内的化炎 另外 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的研究指出 苦瓜的苦瓜菌 此以胰岛素性态 和类生物检提取物 都有降血糖的效果 另外 苦瓜 还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和代謝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 如果经过加热 可能破坏苦瓜的降血糖活性 建议可以将整个苦瓜 连膜带子一起打成蔬果汁 最有助于控制血糖 最后 苦瓜热量低 而且含有丰富的腺食纤维 适量食用 不单止不会造成身体负担 更令人有饱足感 而苦瓜素 也可以抑制脂肪的吸收 苦瓜可以说是 减肥必食的食物之一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回顾18个蜂蜜相关研究 共有1100多名受试者 分析结果发现 蜂蜜可以改善心脏代謝健康的重要指标 包括降低胸腹血糖 肿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胆白 三酸甘油脂 和脂肪肝相关心化指标 还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胆白 尤其以两种单一花位来源的蜂蜜效果最好 分别是刺槐和三叶草 但研究人员不认为 可以肆无忌惮地食用蜂蜜 强调研究参与者 是以健康饮食模式来做临床试验 平均每日食的份量 大概是40克或者2汤匙 添加甜分至每日热量摄取 大概是10%或者更少 而美国心脏协会公布的护心饮食中 仍然将蜂蜜列为含糖饮料 建议不要将蜂蜜当做日常饮食 它只是比一般糖好 很多人不喜欢吃秋葵 但是秋葵有丰富的维他命C K和抗氧化剂 它对身体有不大好处 包括有助控制血糖 有助降低胆固醇 有助控制高血脂 有助改善消化和减少疲劳 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说 秋葵属于含量食物 胃部吸收和消化力不好的人 孕婦、患有慢性肾病的患者 都不建议食用秋葵 秋葵可以用于煮汤和小炒 它含有丰富的果胶粘液 加热之后会变成胶壮并释出 烹饪时而用高温 快煮2分钟左右 或者以快炒的方式处理